写作单元五 网上游戏一 句子确写 目的就是要使家长能够协助子女 强化他的句子确写能力 在目前我们很多的小学生中学生 都喜欢玩一些电子游戏 为什么呢 因为玩电子游戏很刺激 很生动又趣 而且能够有一种即时的回馈 而且玩的过程能够令到同学的专注能力加强 不会分心 所以电子游戏其实是一个有效的学习工具 我们本单元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网上的电子游戏 去培训你的子女 去学习这个句子确写的一些策略和技巧 其实本单元就是我们的写作单元二 句子确写的学习延续篇 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是用了很多大量的教材 希望能够通过同学不断进入这个网上来做这个游戏 我们潜移默化 在这个不知不觉之间 学习了这个句子确写的一些策略 例如我们的句子叫做小猫捉老鼠 当我们这个小猫捉老鼠这个句子 在萤幕上呈现的时候 那个子女的读者一定要能够解得明白 致词解码小猫捉老鼠 他明白了这个句子之后 才能够继续玩我们的游戏 然后在这个屏幕里面 又会出了很多大量的词语出来 要他判断判别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错的 要他从中找到对的词语 放在句子的适当的位置 例如在晚上 这个词语是对的 这个短语是对的话 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在晚上 表示时间日期 应该放在前面 而另一个词语 叫做在词语的短语 叫做在厨房 应该放在那个动词的前面 最后那个句子 是确冲为怎样呢 就是说在晚上 小猫在厨房捉老鼠 他通过这个玩游戏的过程 是不断看不同的字词和短语 在看的过程中 他要判断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最后做正确 他就完成了这个游戏 另一个游戏 就是会同样是小猫捉老鼠 但是他呈现的词语又不同了 例如有灵活的 这是形容词 就是敏哲地 这是副词 就是贪吃的 他要判断这些词语 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如果他能够放得对的话 例如说灵活的小猫 敏哲地捉贪吃的老鼠 他就做对了这个游戏 于是他通过不断每天都玩 这些句子确写练习的游戏 久而久之 即使他不知道 什么叫形容词 什么叫副词 什么叫短语 什么叫时间 空间 地点 这些不重要 通过他的不断的大量重复 来将这些句子确冲 他渐渐知道 那个地方应该放上时间的一个词组 另一个地方放上空间的词组 同时 这个形容词 副词应该放在哪个地方 他都很清楚 这个是可以有效地 通过趣味的游戏 同时在不知不觉之间 大量做了很多的 确展句子的练习 相当有意义 希望你家长能够鼓励你的子女 经常都上网 去做我们这些游戏的练习